我们看这个新黄河客户端的这个题目就真的是非常发神经 女子鹤岗买房,打工十年还清了十年房贷 房子却成了别人的,当地法院回应 你放弃这套房子,重新给你协调一套 但是这个刘玉梅就不愿意 他协调了那个交通又差 各方面都差,我为什么要协调 好几个版本,我看这个版本是不是一样啊 这个是观察者网报道 我们看观察者网这个报道的 鹤岗女子还贷十年房子被占当地法院给出解决方案 放弃这套在别的小区给你协调一套 近日鹤岗女子刘玉梅还清了十年房贷 竟然发现自己的房子住进了一家陌生人 而且还能出具法院的正规文书 9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再联系了当事人 调查后发现刘玉梅在2011年在鹤岗市中心城区购置了一套130平米的房产 之后就去了外地打工 期间开发商与另外一名购房者出现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败诉之后经当地法院调节将购房者 将购房者的房源做了调整 你合适吗 你把人都还送人呢 而这一条换 加之该项目涉及债务纠纷 至极未能办理房产证 便出现了已受房源被二次交易的离奇状况 9月12日,刘玉梅向记者表示 今天的上午法院初步给了他们一个方案 放弃自己还房贷十年的这套房 法院重新协调一套其他项目同等项目面积的房子 但是本来小区的房子在市中心方便交 交通方便地段好 换的小区位置差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记者联系上了向阳区 应该叫向黑区 法院院长杨威 但对方没有接电话 受理法官盖丽娜 听说记者要问和平家园小区的那套房 表示不方便回应 随即挂断了电话 他们就应该这样干 因为他们就是如此的 赫港因为白菜的房子受全 白菜价受全国关注 但十年前的房价其实不低 刘亦梅称自己是本地人 目前在台州浙江台州当老师 当初他以4880元每平方米 在赫港市县阳区和平家园小区售楼处 买下一套新房 贷款20万 费10年还清 房屋总价加利息总共是72万 记者获取的赫港市住建局房产科 情况说明表示 这套房屋状态在房屋 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 商品房项目限售备案管理系统中 查询已备案 备案时间是2012年7月5日 付款方式是案接 工商银行贺港向秀丽支行 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了一份 七房解冻通知书称 上述房屋的贷款于2022年7月13日还清 请给予办理抵押登记解冻手续 十年房贷终于还清 当六玉梅满心欢喜 回到贺港准备养老时 竟发现房子早已被一户 王姓的陌生人家装修入住 据王某介绍 自己在2019年从亲戚手上 手里买下这套房屋 并进行了装修 还拿出了一份贺港市 县阳区法院执行局的证明材料 其中写着本院在执行 2018年黑 这就对了 黑 黑0402民初687号 民事判决书 张某与黑龙江省 新贺房地产开发公司 房屋买卖 纠缝一案由中京法院调节 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将坐落在向阳区和平家园 2号楼012708史面积107.29平方米 调换成2号楼 0105507史面积130平 离奇 现已交付到申请人张某名下和解协议内容属实 而申请人张某是从如何从107.29平米得到已售出的130平米的房屋 王某又如何从张某手中买下这套房 法院方面是否做过禁职调查 整个过程充满了疑点 为了为这事 向法院谁数几年多都没有结果 房子被载入 林伍玉梅杠子记者 9月4日上午 现在去法院主动联系自己 由副院长和一名法官做出解释 并承诺在10日内 继9月14日前 做出处理 9月12日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法院重新调 协调一套由其他项目同等面积的房子 鹤岗市和平家园小区位于梅建路与水电路交口处 由新鹤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 安居客数据显示 该小区在售二手房均价为2105元每平方米 130平方米户型的房源均价为3077元平方米 神经病 最便宜的房源70平方米总价10万 感觉这个法院不但是个房地产公司 还有点 还有点这个强买强卖的那个意思 有点强盗的那个意思 这一波调解换房操作后 王某以第一市场价格注入了新家 张某全身而退 房屋的原主人却无房可住 还得继续房子还贷 周老师说的荒蛋 荒妞荒唐 四荒八蛋 一点错也没有啊 就是这么个玩意啊 他他说这个房子 他说是不是好了 找这种杨的一身 还行喔 还行 来